球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的球星故事,主角是磋生在罗纳尔多时代的进球机器,贾德尔 贾德尔1973年出生,成名于格雷米奥 1996年登陆欧洲加盟布尔图 连续四个赛季称霸普超金学 各项比赛169场打进166球 当时在欧洲联赛的射手中高居第一 1998到1999赛季获得欧洲金学奖 贾德尔在禁区内是对手的心腹大关 投球得分成为了他的标志 而禁区外的远射同样石破天惊 在欧洲的前六个赛季贾德尔都能斩获30家的进球 尤其是在1999到2000赛季的欧冠 他打进10球获得欧冠最佳射手 那个赛季之后贾德尔遭遇欧洲各路豪门的哄抢 但是最终他选择加盟加拉塔萨雷 在那里贾德尔展现了一个射手的天赋 虽然遭遇一些伤变 但效率依然恐怖 帮助加拉塔萨雷获得欧洲超级杯 欧冠比赛中绝杀黄马 甚至还有过45分钟攻入7球的恐怖记录 也许葡萄牙才是这位巴西射手的福地 2001年贾德尔来到里斯本后依然所向披靡 他在扑超用42个进球再度斩获联赛金屑 并以单赛季55球的表现 帮助球队拿下联赛和杯赛两个冠军 个人也第二次获得欧洲金屑 本来这样的数据足够让贾德尔入选世界杯阵容 然而他却没有接到斯科拉里的征兆 因为在此前的美洲杯上 贾德尔临危寿命却未能打出令人期待的表现 虽然他是一个进球机器 也拥有极强的门前秀举 但与华丽的桑巴军团相比 没有炫目的脚下技术 或许是他不能入选的一个原因 而且贾德尔没有在五大联赛豪门效力的应验 毕竟在人才积极的巴西 还有一个叫罗纳尔多的外星人 任何前方都会被封印在罗纳尔多光芒的背面 桑巴王国的天空只能有一个太阳 他们只恨自己与大罗生在了同一时代 落选世界杯的贾德尔从此开始走下坡路 巴西人开始了在独残的流浪之旅 一代神风就此有落 这就是贾德尔的故事 一个被罗纳尔多封印的欧洲金屑